北京发布双减新措严控校外培训机构 20年前自打我上小学手起 北京这减负的声音就没停过 这次新规能有用吗 欢迎观众耐看 本次新规主要针对两个方面 是从校外和校内进行了这个管控 针对校外的培训机构 一下提出N个禁止 严禁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 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等等等 针对校内的教育呢 主要是提出要严峻学校划分重点班 要求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 其实这个减负需要政策的指引 但只靠几个文件很难 北京提减负都这么多年了 所谓内卷卷的是家长 减负首先要减的是家长的新头负 咱孩子呀别跟别人比也别跟自个儿比 校外培训机构这么多年畸形发展 很大原因就是一直有人买单啊 希望这次的减负不要成为一个口号 其实家长们真正担心的还是校内的教学质量 减的同时更应有增 这增的就应该是优质的教育资源 孩子们都在课堂上好好上课 也就不用补课了 要不然就变成有些网友说的 有钱的一对一请家教 没钱的只能干着急 减负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快乐的学习 更有效率的学习 而不是盲目的填鸭式读书 但无论怎么减负 孩子们作为老阿姨过来的一句话 趁年轻该学就得学呀 你小时候学习的苦都吃不了 长大后的苦多着呢 这世上可没有躺赢这条路呀